各位同学,你们好 在我们这一次的芒果DB最佳事件中 我们聊一聊 芒果DB的根本 Beson 它是什么呢?官方说 它是JsonStyle的Document 一种形式 那我就得从芒果DB 最大两个特性看来说起 如果大家看过Wikipedia 它断于Nosircle和芒果DB的一些页面 它给芒果DB有两个特性 至少把芒果DB归到两个类里 一个说它是面向Document的数据库 这个好理解 因为我们前面看到了 它的每一个记录就是一条Document 它的查询、删除、更改、插入 也都是以Document的这种Beson的形式 来跟数据库做操作 另外一个特性 是它的KeyValue 它的数据组织的形式 是以KeyValue的形式 来组织的 因为这个是相对于什么? 相对于我们观影数据库的表来说的 表不是KeyValue 它是以Column的形式 对不对?Column 然后这些行行行列列的 来表达我们的数据 对吧 我们芒果DB是KeyValue的形式 这个大家前面都看过了 就画括号里边有KeyValue 好像我们那个Name 都没有张三 对吧 Name是张三 再来个KeyValue 是什么什么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组织我们的数据 这么做 有什么好处? 这大家到网上去查的时候会看到 因为现在咱们的确是网上东西非常的多 那有些芒果粉就说我们B森怎么好 说我们B森存储效率高 我们B森查询效率高 其实不能这么说了 那他跟Jason比 的确他是Binary的 对不对 Jason是文本的 好像他效率高 但其实也未必了 因为真存储起来的话 这个里边 会有好多这种空字符啊 令字符来做分隔 他占的空间 未必比你存文本高多少 少多少 那查询起来呢 其实很多事是靠索引怎么见 跟你这个B森是怎么样 关系不是特别大 那我 我觉得 我们这种面向Document 和KeyValue这种存储 或者说数据组织形式 跟我们传统的关系数据 会是这种表格 最大的优势 或者说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 归根结底 我们是要用对象 在我们的程序设计里面 我们的App 我们的网站 我们 我们的 基本数据官员 数据单元 是我们 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 不管你用Java也好 你用Python也好 那我们的数据 在我们的程序里面 它是一个个对象 而我们的芒果DB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把对象 映射成 我们的一个Document KeyValue 还有这种B3的格式 反过来 我们这种B3的格式 也很容易映射回我们Document 这大家应该有所体验 就是说 Object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数据的一个 一个Comp 对不对 一个组合形式 那里面 一个Object里面 可以有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如果是个学生 它有它的Name 它有它的年纪 它有它的成绩 它可以一个组合 然后它里面 可以再有对象 这对象可以再展开 就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用KeyValue 就是可以 我们可以达成一个 对于多数情况 我们可以达成一个 直接的映射 这会极大的提高 我们开发的效率 我们不再需要维护 一个映射的关系 而且 我们 刚才我也提到 我们新生代的开发 它的这个需求的改变 十分的频繁 十分的频繁 那 当我们新加一个字段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采用 直接的映射 默认的这种 这边是什么 就映射到这边什么的 的话 那我不需要去改 任何数据库的实现 的设计 我们没有Schemer 对不对 我们存的时候 我们也就是 把这个Object 所有的Attribute 都映射成这边的一个KeyValue 对 然后来存储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做法 这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芒果DB 这些年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当然 它也的确通过B3 通过它自己内部的一些机制 保证了我这么做的一个效率 那这么做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这节课呢 稍微总结一下 大家可能在前面也会陆陆续能有所发现 首先我们这个Attribute 如果说你的名字是下滑线ID的时候 你这里有一个Member DataMember是ID 那么要注意了 它的值覆盖主件 如果说你提供了这个值 那芒果D不再给你提供它的那个ObjectID 那个唯一的主件了 所以用你这个东西的值当主件 这我们要注意 第二个 你的这个Field 你不能以美元形式开头 你不能美元AA $付AA 因为这个美元幅被芒果DB保留了 它要自己用 那前面我们看到了 有那个美元幅set 美元幅max 对吧 按set这些命令 第三个 我们这个 Attribute的这个Name 不能是AA.BBB 如果我们正常使用一个Class instance的话 不太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HashMap的话 我们也一定能够使用HashMap 就是这种数据模型 然后我们HashMap也是KeyValue 我们就把HashMap的KeyValue 映射成为Bson的KeyValue 这也很常见 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个Key的这个值 因为我们都是用Stream来做Key 那很容易说你这里边有个点 出问题了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一些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也是我亲身经历过 吃过亏的东西 就是说芒果DB 它这个Key 允许聪明 大家可以试一下 在芒果这个客户端里 你可以两个Key 叫一个名 但是Value可以不一样 但你这个东西往回应设 少Value了 他拿到第一个值之后 又碰到第二个值 他往这里边一存 就把刚才拿那个第一个值给覆盖掉了 而我们芒果DB这个顺序呢 其实不是很在意的 当然我们最新版本 芒果DB2.6 可以帮你保持这个数据 但总体来说 我们并不在意 这个KeyValue的顺序 那又造成 我们拿到数据 这个结果 不可预知 我们不知道拿到是哪个Value 那如果真遇到这样的Bug 其实蛮难挑的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Document特别大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出名的这个Key 有时候可能想不到 所以我给大家一点线索 就有可能这个问题 那说完了Key呢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Value 芒果DB 我觉得比我们JSON 它这个一个最大的区别 当然它是Binary存储 另外呢它类型严格 比如说我们前面遇到的那个ObjectID 我给大家试过 如果你用一个Street 去跟它比较 不Match ObjectID 这是类型 另外呢它还有其他类型 比如说什么NumberLung 正因为它是类型比较严格 这好像是个好处 但它的坏处就是说呢 造成你有些查询呢 出现问题 比如说我这个E和双眼号里面E和数字E 看起来差不多 但它完全不同的值 但是我往里面写入的时候 芒果DB不检查 因为它没有Schimmer 它不知道说 比如说我这个 Edge 我存一个Street1进去 它不知道你这个Edge 一定要一个数字 它不知道 它存着 你存着每一个值 它也接受了 但你以后查询的时候 你用E去Match 就Match不到 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这以前呢 我也经常会遇到这个Bug 因为不同框架 有的框架 比如你使用类型严格的语言 倒也OK了 不代物是这种错误 有的时候可能类型不严格 那这么数据有的时候 会因为这个问题脏掉 你变得很难把它找出来 这是个小问题 那总体而言呢 我们还是很容易 把一个object映射成我们一个bisson 当然我们要注意 我今天提到这些点 包括key的一些名字 包括value这些类型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我没有讲 就是说 我这object的这个结构啊 可能异常复杂 我前面讲 它可以是个tree 它可以是个数足 这都可以很大 大其实不是问题 芒果db这个 对一个single document 它大小限制是16兆 但是结构上 它如果说现在的环怎么办 对不对 或者这个数特别的深 你还想来查询 会不会有麻烦 那关于这种 我把它叫做 复杂结构的对象 如何表达 如何设计 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或者有没有什么设计的依据 那我将在后面了解 对这个问题进行重点的讨论 那我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刚才我说芒果db是类型严格 且支持好些类型嘛 那咱们这个最终 我希望大家能自己研究一下 我们这个日期型 怎么在芒果里面表现 就是说芒果客户端的表现 我想存一个日期型 到我们的document里怎么办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会在我们后面的即将中 我有遇到日期型的时候 会发给大家 好 这就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